最近一段时间连着出了几个视频 收获了不少骂词 其实有些人产生误会 或者说直接了当地上门骂一遍 我倒觉得不是什么坏事 至少足迷 中国还是有着一些 看到了现状 急切地希望变革的人群 他们很热血 很有激情 他们未来将是一股吹哭拉哭的力量 我非常希望 他们能够把这种热情 维系下去 至于能不能看清前面的路 谁都不是大选 没有人 可以指出未来会发生什么 只是我非常希望 你们能看清目前内地的当政策 他们要干什么 不要盲目地幻想 全国已经到了变革的时期 目前还没到 习近平这一届政府从上任开始就做好了 他所采取的步骤 他所采取的步骤 第一步 就是定了一个25年的原油购买的一个合约 跟俄罗斯 高搜市场价格很多 即便与当时签订的国际市场相比 他们取落的价格 他们取落的这个价格 也是极其高昂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已经预料了会有与西方大国的经济对抗 这种对抗 是中共早就预料到的 所以他们谋定了后手 这五年来我们听到了很多故事 尤其是一带一路 为了抢占非洲的一些资源 中共的高层官员频频出发 签订了许多贷款 甚至是无锡的贷款 加上援助 据说已经有好几万亿了 我们知道委内瑞拉 是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 中共长期支持他 给他的贷款 几乎已经有几百亿美元设复回来了 那么在非洲也面临着这个情况 一带一路呢 它分一带和一路 海上是头之路 一旦中共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对抗 这条路几乎就被阻绝了 因为这条路的不确定 所以中东的石油 南美的石油 非洲的石油 未来可能都进入不了中国 中国唯一能获取的石油 只有在两个方向 一个是南方 一个是北方 北方我们知道是俄罗斯 是中亚的一些小国 南方呢 不仅仅是石油 中国一旦与世界抗衡 在外向型经济受阻的情况下 你就获取不了足够的美元 在国际市场上 你购买不来粮食 我前面专门做过一个视频 讲解粮食问题 中共引进的粮食产量 农产品的产量 大约相当于9亿亩根地 国内根本就开发不了 这么多根地 一旦进口粮食被阻绝了以后 14亿人怎么生活 他们找出了药法 向北 租进西伯利亚 去开肯农田 这根石油贸易是挂钩的 我相信背后有一个蜜月 南方呢 南方有石油的地方 在东南亚 在缅甸 南方还生产粮食 我们现在吃的水稻 它原始的基因 叫赞产荡 我们也知道 印度之辣三国 水稻是可以三十里 而且当地的居民 他们吃的是落的 90%以上 是落的 中国人不要这边 怎么办呢 因为历史上 中国与东南亚 有割舍不清的 历史关系 不谈军事战领 经济上 强势的出击 是完全有可能的 光靠西伯利亚 是养活不了中国人 要想寻求一块高产的农田 只能在东南亚解决 2017年 俄罗斯已经 派出了军队的官员 与东南亚曾经的 他们扶持过的国家 重新进行了 军事上的联系 相信未来 也会有一些 经济上的勾力 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很简单 它不仅仅是介入 而且它也是一种欲 从目前我们知道的 情况上来看 腰胆